不用太急 第五場 沒有什麼彩色的 桃花 風彩桃花應該不適合 有兩隻荷花 有怪獸 綠魔都不行了 怪獸都多數 今天不流行這些 最閃的是紅磚閃耀 黃駿 但這隻馬上像 班德里其實62倍跑11 都不看他了 贏過的馬有2號順耳寶 5號荷花福星 6號桃花盛 7號怪獸奇兵 8號騰龍區 10號圓圓動力 入過Q的就是 得力寶區 未必過 兩隻馬初次出賽 一隻是9號福朵 11號青春向前 青春向前 12號紅磚閃耀 這隻馬名 這隻馬名 襯上今天的V馬 風彩華亭 張登傑彩 金鼓雷鳴 全部都是 大鑼大鼓 喜慶的 意圖 這隻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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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號順耳寶 跑第2 4號無可限量 跑第3 潘頓 潘頓仗或者 陸魔勇士 跑得認真 認真不妥 我真的很不妥 出閘 武力 受傷 6號桃花盛 上將跑第1 7號怪獸奇兵 梁家俊 騎上將跑第1 只有這幾隻馬 其他的馬就要數到 跑第6的騰龍區 跑第5的得力補區 其他的都是跑第9、9、10、10 所以都不留意 原動力就10倍 看看上名率 有4隻馬 特別好的 1670 這4隻馬都是0.5 50%上名率 其中贏過的就是670 我都在這些馬上選 選一隻近跡好的 就是6號、7號 桃花盛 桃花盛 就是跑過上將跑第1 7號怪獸奇兵 上將跑第1、前將跑第5 都是這樣 有進步的跡象 桃花盛 桃花盛 賽職好的還有2號 順二寶 上將跑第2、前次跑第4 這隻馬是0.27 上名率比較低 快要低一點 怪獸奇兵好像有肚子 好像有肚子 一會兒看 Jenny姐怎樣選擇 先讓我看看 近跡好就是 初跑指程的4號 上將跑第3、前次跑第2 第2號 都是希斯搭 潘頓的 但是 剛剛那場就 錄摩勇士 真的 很麻煩 排10檔 無可限量會不會好一點呢 檔位好的就是 怪獸奇兵 7號 7號也0.5上名率 我正在留意 潘頓的4號 無可限量 因為 近跡很好 就是 consistent 連續兩次都有 位置收 然後 看這些 桃花盛 怪獸也不要了 怪獸 6號 6號也不行 7號其實真的不錯 7號也贏過 6號 路仔桃花盛 扭底 這隻馬不好 扭底 不受約束 路仔桃花盛 是嗎 不受約束 主持選擇290 我都不太喜歡 2號 2號是甚麼 2號是 2號是 上將跑第2 前次跑第4都頗好 近跡 多好 我想選一隻4號 想選一隻 無可限量 潘頓 1號是 希斯 上將潘頓跑第3 大熱門2.3 這次有一點 多一點 4號有4倍 看他在外面 10檔 跑得如何 如何處理這隻馬 4號 1號沒有人要 1號 1號是 莫雷拉 莫雷拉 上將 周進落跑第5 7倍 現在 配了莫雷拉 會不會好一點呢 只是說桃花盛 就扭軸了那隻馬 我買 4號 1號 4號 5號 沒有要我的馬 Tanny說9號 9號是甚麼 福朵 初次出賽 9號 9號有9倍 11號 千多元 不選擇了 現在7號是怪獸奇兵 梁家鑽入大熱門 有原因的 7號不錯 7號是0.5上名率 就有0.5取勝率 跑兩次贏一次 沒有第2 沒有第3 3號 這隻馬不錯 不過名字 名字 名字 魔 怪獸 那些 好像不太多老禮 我猜 我的問題 不是 這隻馬的問題 我選一隻4號,拖隻1號 來到這個位置就是兩間盡大熱門 7號仔,3.9 沒有一隻6格,沒有一隻6票 Janny說9號漂亮,9號就是9倍 初次出賽的,這些不懂的 看馬經看不到,只知道他初次出賽 10,10是什麼?10是圓圓動力 10號OK,10號是跑過兩次 一次WIN,一次落地,要麼行,要麼不行 但是上將跑第9,好像後了一點 不是,他不行,上將成績比較好的,但有人在 就是一個概率,每隻馬都有 因為這隻2號,5號,6號,7號,8號,10號都贏過 所以這些馬是有一個取勝的概率 我只是憑自己看賽職,看今天的形勢 我選一隻4號,因為潘頓第一場都不錯 但是正說,綠摩勇士就真的不太好,特別是出賽的 特別是出賽的東西 潘頓哥連時已高,是吧 即是有時,一場太厲害 之後好像又刺傷了一條腰 有些什麼舊患,真的會影響他 得力寶区呢,就是排七檔 一綁就重,但是他 是 未 win過 但是他上一場呢,就是周晉樂跑 第一次失去前四 跑第五 所以,看看摩雷拉 抬到摩雷拉,被呂健威 抬到摩雷拉,就看了怎樣 那麼,呂健威威 一直都跟這個何摘耀,幾好 齊連合作的 但是呢,這隻6號仔 就被何摘耀的,是高東來的 但是,正說就扭解 直到好像 難以 是難以約束 走圈的時候 所以我就 算來算去,還是看一隻潘盾 初跑至晴 如果這個晴德 就跑好一點 上將也跑第三 上將跑得好的 就是2號,4號,6號,7號 這四隻 下飛呢,就是8號仔 現在就7號8號有顏色 買顏色就買7、8 買顏色就有一場中了三重彩 今天 無可限量 無可限量 買名字夠不夠好 好以頭 無可限量 也不錯 風彩華亭之後就無可限量 風彩華亭好像留盤名字 就贏了 贏了 贏了 第三場也是贏了 日輝王給周俊樂的金股雷鳴 每次都贏了 每次都贏了 輸贏了 很少 有顏色的 最後是7、80 我看到 10號也不錯 就號贏過 50%取勝率 四班千二 草地 大熱 是7 現在跳出來的時候 晉晨縮在後面 前面快的馬 有順伊寶 外面無可限量 走上去 中間圓圓動力頂住它 最出還有紅磚閃耀 第五位 還有德力寶區 內蘭第六指飾 下午藤龍區 第七位 何花福星 第八位還有怪獸奇兵 很多件橙衫馬向中間 厚一點的馬 晉晨在尾四 尾三福島 在外面桃花城 暫時殿後 是青春向前 轉彎入直路 前面帶頭的馬匹 是圓圓動力 跟著第二位 大熱門 無可限量 第三位 外面紅磚閃耀 再見到第四 中蕩位置 得力寶區 埋便順伊寶 在外面怪獸奇兵 第六位 在外面的馬 有桃花城 最出是福島 鬥到最後三百多米 前面一隊在鬥 外面圓圓動力 鬥無可限量 見到第三位 順伊寶 慢慢抽出來中蕩 再見到第四位 外面怪獸奇兵 中蕩位置 中蕩位置 得力寶區 最後一把 無可限量透出 外面圓圓動力 一路打上來 尊二寶又順二 今天有些節日氣氛才行 風采華亭 金鼓雷鳴 張登傑彩 那些碼才行 潘頓郭跑第三 我收貨 至少都有 英文叫in the frame 在最後那一格 你去拍一張照片 他都在這裏 草地大熱 是7 出集 在外面深色3 這隻就是潘頓郭 去到大約150-200米 就 保留一點 守住第二位 都算了 現在轉彎 潘頓郭的圓圓動力 最後是落飛 收了鏡頭後才報出來說是落飛 我都沒空看手機 潘頓就跟著他 什麼怪獸 綠魔 這些名字都不老禮 魔怪走開些 潘頓這幾步好像走得很好 但是潘明輝就跟你不客氣 跟你鬥足一條直路 無可限量 曾經一秒鐘出頭 但是真的沒有 沒有力 嘩厲害 又是差一點 又是差一點 12 4 4號也有18元位置 都OK OK 20有208元 謝謝 還有 這樣